天井果汁烫好喝味道香 太舒坦了 大家好我是姐姐 今儿个咱做天井果汁烫酱豆腐版本的 话说您冷奈何酱豆腐版本的果汁烫 还是酱油版本的果汁烫呢 一盆天井果汁烫的字数 大家好我是一盆天井果汁烫 我原本是一可半果子 哎主人你敢吗 啊主人把我摆成一块一块的了 味儿糖 虽然我是主人着个吃剩下的果子 已经有些干干巴巴的了 但是我要细薄糖汁 要退编就要改编 想要成为果汁烫 先喝一碗鸡烫 把它喝金罐 味道还挺像 我就变慎了 我旁边的小伙伴是酱豆腐和香菜 想吃鸡蛋的话 再来俩鸡蛋 酱豆腐种 夹要适量的香油 罢了罢了 搅拌均匀 蒋其倒盆里 然后放入我 啊可我玻璃盖了 玻璃盖丢手绢 我给主人俩等罐 耶 废水中 匪物打匀的鸡蛋液 看看多耐人 就在这时猝不及防 主人就把鸡烫倒入盆里了 啊烫我嘴了 撒相想猜 看我辈衰 谁看谁都奈 您冷奈我吗 尝完果子烫 再来一嚼饼 夹着玫瑰茬 再来一口黄瓜 呵 棒棒的 咱们先来尝尝这碗果子烫 看这果子 洗薄了糖汁 嗯 太舒坦了 这果子烫啊 越喝越香 把这玫瑰茬 夹饼里 我记得小的时候吃的玫瑰茬呢 就是外面都有一层 那个红皮是能吃的 然后现在这玫瑰茬呢 有的红皮是不能吃的 有的红皮是能吃的 我家里买的这个玫瑰茬呢 这红皮是不能吃的 就是得借下去 看这切好的玫瑰茬 看看这椒饼夹 夹玫瑰茬 刚才吃的前两口 没派伤 好尴尬 哈哈 这玫瑰茬啊 就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以为它里面放了玫瑰露 哎 这个香味很特别 玫瑰的清香 还有这个淡淡的 这个发酵的清香 越吃越香 然后这椒饼呢 我还放在铁板上 露了一下 外层有些吹嘎 然后里面热乎乎的 这饼心 然后夹着这个玫瑰茬 一吃 呵 越吃越香 这果子烫啊 清香 素雅 越喝越香 就是酱豆的这个清香 还有这个香油的 哎 味道 然后再讲这果子的味道 要等这个香菜 然后再菲物几单 喝整体这味道啊 哇 越喝越香 喝完了 哈哈 还有一片玫瑰茬 还有一点黄瓜 就这吃的 天井果子烫 酱豆腐版本 您来学会了吗 还有 我这个搭配 那么样 就是果子烫 跟焦饼 玫瑰茬 还有黄瓜 这个搭配 那么样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哟 棒棒 打